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下煮泡芙的食譜 今天我們就教大家煮的皮 材料有120g的低筋麵粉 80g的牛油 120g的水 2g的鹽 低筋麵粉要過篩 記得 首先我們把水和牛油和鹽一次過放在鍋上 用中小火去煮 煮到它滾了 之後等多10-20秒就可以關火 攪拌 煮到鹽和牛油快溶掉 確定鹽已經溶掉了 之後我們就可以一次過把低筋麵粉倒進鍋裡 但先關火 先關火 攪拌到沒有粉 看到煮底有層薄膜 你會看到有層植物 這樣就可以離火 離開火之後就轉用刮刀 壓麵團 然後把麵團和煮熟 不要轉換另一個盤 因為我們要用煮的餘溫 去繼續攪拌麵團 首先把雞蛋兩隻加進去 之後我們分三次四次再加少少加少少 因為太濕或太硬 麵團也是令到泡泡發不起的 之後會拍給你看到什麼狀態 就可以停 第一次加蛋液下去的時候 很難攪拌 很難融合一起的麵團和雞蛋 需要多一點時間 而且是比較好累 雙手是很累的 做這個泡泡 你們加油 不妨試一試做 不過做完後放在焗爐焗醬 那一刻很有滿足感 但焗到失敗就很有挫敗感 大家不妨試一試 蠻好玩的 加第二三次 那時候粉團開始有點順滑感 你慢慢攪拌的時候 就輕鬆一點 最後可以發出雞蛋 其實一開始你也可以發出雞蛋 或者不發 就像我那樣 逐一隻加下去也可以 但是最後 你不是一次過放一隻 你要逐少逐少加下去 看看狀態如何 因為如果你一次過放太多 就不能回頭 所以你要少少少少這樣放 放完之後就繼續攪拌 攪拌到刀三角掛在刮刀那邊就可以了 待會兒會讓你們看看狀態 究竟是怎樣 因為真的很難明白 如果這樣空口說給你聽 如果不是有照片給你看 或者是影片給你看 真的比較難理解 如果不是煮東西的話 朋友仔 煮完這個粉團的皮 真的可以手刮起剪 可以保持健康 可以… 可以練肌肉 右手的肌肉 我用右手做 你攪拌一下 就看到是順滑了 而且你用刀刀拿起張 自己會掉下來 還有倒三角的形狀 好像現在這樣 這個醬汁成功了 這個醬汁成功了 之後就可以把圓嘴的擠花嘴 放進擠花袋 用高身的杯子 蓋著的袋子 容易操作一點 麻煩姐姐 看不見了 把醬汁 倒進杯子裡 現在這個時候 開始擠進焗盤 牛油紙的時候 就可以預熱焗爐 180度焗它 30分鐘 我就預熱5至10分鐘 因為我上次預熱太久 那些醬汁都焦了 不知道為什麼 常常都說預熱預熱 其實真的不知道要預熱多久 很多都沒有說清楚 就要自己測試一下 每個焗爐的爐溫都不一樣 大家自己測試一下 我現在就把水 點進碟子的頂部 平平 讓它平平 之後就放進焗爐 180度焗30分鐘 焗的時候就可以打奶油 打奶油 把砂糖放進奶油 250ml的奶油 把水分都可以 再放進醬汁 再放進奶油 再放進糖 再放進去 放進去 就可以用筷子 去抓掉 之後 再放進奶油 放進奶油 再放進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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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停止奶油 冬食和熱食都好吃 快點去試煮吧